高雄市政府成立的两岸小组成员当中 竟然没有原住民代表 市议员王毅雄在总质询中 是强烈建议市长韩国瑜 要加强重视原住民朋友的参与权利 对此韩市长表示 一定会尽快演你增纳原住民的代表 让市府推动两岸事务的过程中 充分听见原住民族群的声音 国民党籍市议员王毅雄在总质询中 提出市府两岸小组名单 不满为何其中没有看到原住民的代表 认为至少也该有一席原住民主委 当作官方代表为部落发声 对于议员的建议市长韩国瑜表示认同 一定要把我们原住民这个一定要纳入 这样的话我们才有 对我们原住民在这个两岸小组 才可以发声一些的我们原乡的产业 我们会征请原住民主委先列席 那未来如果有缺 我们一定优先纳入原住民的吴主委 把他放入两岸交流 那两岸交流里面原住民从高雄市 看两岸交流的小组来说 原住民一定是有一定重要性 王毅雄也进一步为原住民居住问题 表达关心 尤其希望能够争取到社会住宅 帮助都会原住民改善居住环境 要求市府相关单位加强重视 在我们的五甲国宅有24户 是我们的原民的社会住宅 那在小港的纳路湾国宅有12户 总共36户 那就提供给经济弱势的原住民家庭来承租 王毅雄也利用总直询的机会 肯定韩市长上任四个多月以来的表现 包括积极行销浓鱼产品 拼观光也拼经济 随后更要求在场官员启力 为韩市长拍手感谢 也让原本严肃的议事厅缓和不少 港多新闻李正道黄兰军 采访报道